嗨大家好,我是小帆 在石河子已经待了4天了 说真的,石河子的景点真的不是很多 不过值得逛的地方还是有的 我认为至少有3个地方 大家如果来石河子旅游的话应该去看一下 前两期视频已经和大家讲过了 石河子整座城市都是建立在戈壁上的 是由军人选举开发建设的均墾城市 所以来石河子旅游 这个均墾博物馆一定得来看一下 因为这里有的最多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 你们看广场上一大早就有这么多的游客 这也是来石河子旅游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市区1路,7路,12路,13路,31路公交车都到这里 如果你们住在市中心的话都可以走过来了 非常近 但是这个博物馆从去年3月就闭馆了 正在进行整体维修和陈列改造 这都已经一年多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开馆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失望 这个博物馆周边还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导览图 博物馆对面的均墾广场 以及后面的爱卿诗歌馆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并不是这两个地方 而是博物馆周围的这一圈 因为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当年用过的飞机 这些飞机可不是用来打仗的 而是当时生产建设所使用的工具 现在这里每天都会有很多游客来拍照 而在博物馆的后面 还有很多生产工具的展示 比如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 感觉有点像排击炮 还有这个是拖拉机的车头吗 轮子看上去有点像装甲车的轮子呢 这个应该就是当时的拖拉机了 以前一元人民币上的图案就和这个差不多 这些全都是当年的生产工具 除了游客 还有很多学生来这里画画 在博物馆的后面还有一个电影院 可惜现在这里也不能进去参观了 不过旁边有一个电影墙 展示有当年播放过的电影海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段视频我好像没有拍上 在电影院的右手边就是图书馆了 这个是开放的 每个人都可以进去 而在电影院的左手边还有一个小广场 广场上有很多塑像 都是当年生产场景的在线 可以很好的了解当时时和子是怎样生产建设的 非常值得一看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2个地方 就是幸福录夜市了 这个我在昨天那期视频中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 这条街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位街头艺人 氛围非常像10年前的丽江 很值得来逛一逛 而且美食小吃也不少 大家如果要逛美食摊位的话 建议大家进小区里面的道路 就是沿着幸福路步行街往里走 中间会有很多通往各个小区的小路 这些小路上的美食会更地道一些 我吃了一个竹粽子 其实就是竹筒饭 味道还不错挺好吃的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3个地方就是凉皮一条街 其实这也是在一个小区内 是在居民楼下面的一小段区域 主要是以卖凉皮为主 所以被称为凉皮一条街 街上的凉皮店其实不算太多 但对于一个小区来讲已经算是非常多的了 位置是在西山路旁边的8号小区 有二路和42路公交车可以到达 但是需要走一小段路 大家可以搜索视频中看到的任何一家店铺 然后导航过来就可以了 我到的时候看到这家店是最火的 排队的人特别多 我本来也想在这里排队的 但是当时实在太饿了 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店 没想到找到了一家冰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店 这个冰团级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反正知道很厉害就是了 不过这家店的凉皮口味确实挺不错的 非常好吃 至于外面那家很多人排队的店 我想应该会更好吃 因为这里的店铺是面向当地居民的 并不是面向游客的 所以最多人排队的地方往往都是最被当地人认可的 所以大家有机会来适合这旅游的话 可以来这里尝尝看 好了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的内容对您有用 麻烦帮忙长按点个赞关注或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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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